就是需要做的一些事情 还有我学了一个学期了以后 我总结了一些经验 希望可以分享给大家 在大家跟老师准备上课的时候 可以用得到 就首先第一点就非常重要的 就是上课之前 一定要把那个苏先highlight起来 可以先不看 因为苏比较厚 然后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 但是一定要先把它 按老师用不同的颜色的笔 把它都先画好 按章节 是大章还是小章节 都给画分清楚一点 这样的话上课的时候老师讲 我们就很快的 很容易可以找得到 然后再有就是 一定要紧跟着老师来做笔记 因为上课虽然是三小时一堂课 但是老师讲的内容非常的满 时间就比较有限 然后SAM老师每次上课的时候 都非常的亢奋 就他能从头一直从头讲到尾 不是那种水水的在讲 真的是全是满满的干货 所以我们一定一定要 就是打起精神来 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困倦 所以就一定要在上课之前都 该喝咖啡 该喝水 拿冰 拿水果什么 都一定要把它都摆好 然后一定要自己也要紧跟着老师 而且就我们这个课呢 就是老师是教我们内容的 不是要上课先复习上周 然后再讲这周再预习下周 老师不会给我们很多的时间 所以我们一定一定要自己 教完了以后回家自己来消化 然后上课下了课以后 就因为我们是网课 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可以看回放的 然后一定一定要在每一周上完课以后 把这一周的课一定一定要消化完 因为下一周有下一周遗留的问题 我们下周还要再解决下周的 如果我们要每一周都留下遗留的问题的话 到我们整个课上完了以后 我们会遗留很多很多不懂的问题 这样的话就很难通过 所以一定一定要每周都解决好 每周自己的问题 然后试着做题来巩固一下 老师讲的知识点 然后有不懂的不好理解的 我们还有微信群 就群里面是我们同期的学员 就不要不好意思 也不要怕别人嘲笑 你为什么这种还不懂 因为我们都是初学 我们都不懂的 就不要担心 我们一定要在群里面大胆地用起来 就所有的这些知识 这些资源都是肯为给我们的 肯为真的是非常的棒 他老师也是最好的老师 然后他给我们的资源 也都是最好的资源 就是看我们有没有把这些资源 真正的用起来 就上课有没有真正的好好的听 然后下课有没有好好的用起来 我们的这个微信群 就大家不要不好意思 不好说话 又很涉恐 怎么样 其实大家都是一起学习的 所以就一定会有好心的同学 来帮助到你 当时我就有很多的 有同学来帮我 真的非常暖心 然后他有问题我也会回答 大家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系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 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也是非常的辛苦 就有点学不进去了 然后也跟小关老师啊 也有聊 小关老师就真的是 非常的 非常的暖心 他就有告诉我 你要坚持 你不能放弃 然后 即使你这次考不过的话 也要去试一下 然后结果我就考过了 真的真的也是 非常的感谢小关老师 他在最后的时候 就是叫我不要放弃 一定要坚持做题 所以我也是 就所有的肯为的这些资源 对于我来说 都是帮了我的大忙 也希望大家也都可以用起来 对 对